嗯 哈囉 大家歡迎來到兔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特別的企劃 今天呢 就是我們 5月24號 結婚終年紀念日 我發現一個問題 妳很避開講幾年 我沒有避開我就是沒講 忘了講而已嘛 那幾年 兩年 很緊張 為什麼這麼緊張 嗯 有的時候會計算錯誤 我覺得我們自從在一起之後 就過得很像結婚一樣 沒有我們還是有熱戀習啊 沒有就是我會 因為我們那個生活就是一直很緊密 有時候就是 中間突然開一個點是結婚 妳會覺得到底是哪一年結婚 我已經快記不起來我們哪一年交往 然後還要記結婚那一年 這樣子我想 現在妳主動提到了 我們是哪一年交往的 17 那那一天5月24號也是一個什麼日子嗎 歡慶同婚同過的日子 是的 所以說其實我們的結婚紀念日是非常好記的 對 不瞞大家說其實去年 在我們結婚一週年的時候 我們兩個人就是 因為新聞就會說什麼 5月24號是同婚 同婚通過一週年啊 對 什麼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們才驚覺說 一週年來怎麼不知不覺這樣子 對 想說好啦那今年就不能這樣子囉 那今天小怪狼告訴我們 我們今天在哪裡 我們在台中 我們在台中 過我們的兩週年小旅行 除了因為疫情不能出國之外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要準備動軟 所以 我們只能配合就是 醫院的位置 來做個簡單的小旅行 中間還要有醫療行程這樣 對 對 這是我們的週年計畫 That's right 好那今天呢 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兩年內的小小事件 大家會發現兩年內真的很難練啊 兩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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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在寫企劃的時候 我們就要再講兩年內 怎麼那麼難練呢 最後我就放棄直接說兩年內 兩年內 一直這樣講 也謝謝花花公主們陪伴我們 不只這兩年 然後從 就一路看我們的成長 那今天就分享給大家 就是我們 婚後的大世紀 好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非常迅速在結婚的隔天 就立刻去了我們的 加拿大蜜月之旅 欸我非常喜歡這個 加拿大蜜月之旅我坦白說 因為很多狼 很多狼 買了好多狼回家喔 我跟妳講那時候我超誇張 我真的是 只要走到任何店裡一定有狼 然後我就會少貨 對 對我就少貨 只要看起來就是 那種比較精緻的狼 全部帶回家 因為妳都會跟我說 不貴不貴 還好還好 這些東西妳在台灣有錢買不到 是真的 妳現在回來台灣妳看到了嗎 我跟你講沒有 狼那什麼屁都沒有 唯一衝擊這樣就是有狼的食物 那小狼印象最深刻的呢 吊橋 就是妳知道那個吊橋 因為它很晃 晃到我真的是都快吐了 真的是有種暈橋的感覺 然後又熱然後又晃 然後妳的核心要一直用 因為太晃 而且它其實會有一個律動 它會這樣 一直在做海盜船 你知道嗎 然後騎馬加海盜船 就是一下這樣 然後一下就這樣 一下就這樣 一下就這樣 就很煩 然後我就覺得走到我真的好累 然後我就開始問 突突說 欸老婆妳很想要看對面有什麼東西嗎 因為我那時候跟他說 我很期待 對對對 我說妳有期待對面有什麼東西嗎 妳真的很想過去看嗎 我就說 嗯也還好 那我就說 那妳會不會累 嗯有一點 那我們回去逛街好不好 嗯好 那就這樣囉 數到三 然後結果最丟臉是被 也被拍到 對啊 他那時候回去的時候 他也很激動跟我們說 那是想要在那邊弄很久 弄到那裡 終於覺得 可以這樣這樣這樣順順順的拍 可以拍到你們過橋 好不容易真的都 C好了 就看到你們轉身 然後我記得我們一上岸的時候 他就說 對 他說妳蠻誇張欸 然後就說 好可怕喔 然後就一直分享 然後就開始講一大堆 然後說我走啦 我們去店裡面吹冷氣 講給妳聽 然後最後 另外一組 19、87就已經全部走完了 好來 第二件大事情就是 我們去了 沖繩的海外婚禮 我印象深刻的是 下了好大的雨 喔其實蠻浪漫 我覺得下雨很浪漫 但是也因為下雨 所以我們沒辦法 就是搭倉篷車 對啊就是像電影集那樣 很漂亮拉個氣球 然後長門真的這樣開 開大橋感覺很美 但是因為下雨就沒有 但是 我就下雨有另外的浪漫 對啊 喔教堂真的超美超漂亮 然後那種英式感 就真的覺得到另一個世界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籌劃 我們自己在台灣的婚禮了 對 來自這邊齁 來奉勸各位 不管是男男女女 男女 隨便 看過任何組合 怎樣你們可以結婚的人類 其實我們真的是覺得齁 彥刻就免了 你們就是等級 然後把錢拍一組婚紗 我覺得婚紗照還是留著 婚紗照真的很建議大家一定要拍 就是不要全部都拿去蜜月 就是撥一部分來拍婚紗照 紀念一下嘛 就是就算真的不幸離婚 你還有一個對象可以嗎 就是有一個標白配就是 對不對 對 也不算是百花錢 然後我們之所以覺得要拍 其實我們那時候拍了兩組回茶 一組是去台南拍 一組在台北拍 其實這兩組拍起來就已經 讓我們覺得 相機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它真的就把你那個時候的你就 就是鎖在那個影像裡面 你不信你現在現在 現在現在 翻開手機回頭 看你熱念 兩年前 兩年前 這兩個都在幹嘛 看你 兩年前 不要再放那去 熱念 好算了 看你前面 一兩年前的照片 好不好 我們現在沒有變字 只是我們就會變成 別種階段的感覺 就是變成熟了 對變成熟 以前你會看起來就是 啊無憂無慮就是 兩個人開洗手就好 就是只有我們兩個就好 就是談戀愛就好 現在開始有就是 其他的事情啊 包含這個家庭計畫啊 這些都是會 你會感覺出來有一些 煩惱跟責任 放在身上的那種感覺 婚紗真的一定要拍 至少拍一組好不好 嗯 對 然後我們的婚紗就是給 加KVision拍的 謝謝老大 謝謝Manda 他真的拍得超美 我覺得 老大是一個很神奇的攝影師 不知道為什麼 他那個 照片構圖真的是 amazing amazing 然後也謝謝他 特別真的照顧我們 他對我們兩個真的是 非常的照顧 謝謝老大 有點像學長 照顧學妹的感覺 帶學妹的那種感覺 對 還有Manda 謝謝你們兩位 好的 接下來 我們就到了 我們的婚禮 九月底 那一天其實颱風要來 我們還有一個戶外震魂 然後果不其然 在開始之前 就開始下雨啊 然後終於我們 就是前面到底在化妝 然後想說啊怎麼辦 外面就是這樣 我們等一下的雨背是什麼 然後你就看到外面 可是那個雲還在 還在那麼密 然後雨還在下 然後就會真的等到我們說 好啦出來啦 然後新娘化妝裝出來了 然後突然就看到 雲散去陽光出來了 然後就 喔有有有望有望有望 大家開始全部 犯電影 開始把椅子這樣 全部灑好 然後突然真的真的 我們要走出去的時候 甚至到彩排 就只是那毛毛雨了 彩排完都正式來之後 那一圈就是我們場地的 那一圈天空 陽光 然後周圍還在下雨 就那一圈有陽光 然後沒有下雨 然後因為你知道有露水 又有陽光 那個畫面又看起來很漂亮 然後我們就開始正婚儀式啊 然後就想走完走完 之後呢突然就 就收起來 就 開始下雨 而且是我們結束 正婚儀式之後 才開始下雨 完全結束 電影完全結束之後就開始 而且很準 捏得很準 一結束就 你就會說這是被祝福的婚禮 我們是被祝福的婚禮 好不好 我們在西月的時候買了我們第一台車 騷郎 它叫騷郎 為什麼呢 這台車可以跟大家講一些故事 就是騷郎很騷 它內裝很小 我喜歡挑那種 就是 無力都要平均的那種車 然後那台車事實上我覺得 不管是 形狀 大小 顏色 然後 怎麼了 形狀大小顏色 欸 可是越講越奇怪 我真的超神買新古車 就是買那種原廠認真的車子 不到一年車 然後里程數七千 對那一雙超 可是價格我覺得是大了 大概八五折吧 反正就是我們就沒有買全新的車 我們就買中古車 然後我們現在開展開箱 而且我們現在到現在在路上啊 我們都還會說 好慶幸當時有買這一台車 然後我其實也覺得 車子是家裡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凝聚家人 情感交流 你會一起一台車出去 爬爬罩的那一種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車子很重要 然後其實我們兩個也喜歡就是 移動的時候 兩個人私密空間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謝謝騷浪 唯一美中不足就是那一台騷浪的 交車時間是 交車時間是 AERO生日 對啊 我們真的是 為什麼永遠都在 AERO的淫威下 對啊 生活都重置著 對啊 連我們車子的交車紀念日 都是一團生日 好再來就是11月底 兔爺 終於從台商講到外商了 有了更好的薪水 更好的福利 啊 扭到 去外商這麼開心 很開心喔 哇 那簡直是人生裡面很大的 里程碑欸 對啊 你以前是八點到八點欸 然後你去外商之後 我真的覺得你待遇好很多 就是 他真的可以實現你 人生除了工作之外 也兼顧家庭的一個狀態 12月之後就是我開始矯正牙齒了 必須跟各位說 真的非常值得 我覺得我現在臉型整個變超多了 你臉型真的變超多了 我覺得尼茲最厲害的就是 他除了牙齒矯正之外啊 還會看就是那種咬合 就是關肌類的東西 這也是我朋友很推理醫生的原因 反正呢 對啊 整個就是有沒有 我覺得消骨真的不如來 你可以先矯正在這邊 先矯正在看 那臉現在是尖的欸各位觀眾 我現在臉超尖的 總之呢 我現在牙套好像也進展得不錯 我覺得 對啊 第三階段了 嗯 我也後來也帶了 也是在解決這個關節問題 因為之前矯正 你沒有注意到關節問題 就是只有牙齒整齊 沒有注意到關節 然後那時候 李懿一直給我看牙齒的時候 因為我牙齒張開閉起來 他會這樣 咳咳咳 對他會這樣 就是閉起來要這樣 才會閉起來 才會合起來 然後那時候李懿也給我挖 挖過之後 他就不會 就不會轉 就會可以正常 很生氣 對 然後就說你這樣可以維持大概兩個月 那你如果後面有聲音的話 你再回來給我看 但後來就是剛好也開始帶壓 然後反正就是都沒有聲音 好很多對不對 對 連結放上面 好 隔年的一月就是2020年 我去吃了全家福 大家可以放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好可愛喔 然後2020年的四月 我們就開始抽備天王星了 十滴 既緊張期待 又有理想狀態在裡面 就是夢想 理想放在裡面 然後去做它 然後因為你沒有相關人脈 有一些緊張跟不安 但是很開心我們終於完成了 然後再來就是同年的九月 你的第一場演唱會 然後也是我們兩個第一次看演唱會 去看天王星的演唱會 我知道 十一月底天王星開拍 去年事情很少欸 就是在天王星中度過 其實去年一整年就是在天王星裡面 然後對 因為天王星的事情 就是其他影片跟大家分享很多 這邊就跟大家就是追溯啦 對 今年的一月我們就搬出去了 就是兩人兩貓的小生活 呀 對 搬出來其實是一個建立家庭 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很多原因也是來自於我們的業外工作 有時候要拍攝一些東西啊 對 就是跟家人會不太方便 因為有時候你拍的那個鏡頭很美 但是你突然有聲音或是什麼干擾 你就變那個畫面不能用 三月的時候 把色情結成天王星播出 然後四月的時候 我變成全職的家庭主婦 沒有啦 我是說全職的Youtuber啦 喔 對 這樣講比較好聽 對 全職的交期 接下來走到五月 就是結婚兩週年 對 這樣很快就講完這兩人類的計畫啦 怎麼樣聽完這兩人類的 就是大事記之後 你有什麼覺得很特別嗎 時光飛逝歲月如說 兩年了 垂屁 我是覺得 這很奇妙就是 時間會帶給人類很多 就是很多改變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之所以 上一年會沒有特別講 是因為它記憶猶新 但是2019年對我們也就好像是 非常回不去 然後在2020年你會覺得 喔 記憶友情大概就還是那個狀態 什麼的 你知道這種感覺嗎 所以我要補充一點 就很慶幸還好 我們有在拍影片紀錄生活 就是你在找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還可以回頭翻行事曆 我們整個就是翻得出來 我們整個就是翻得出來 幾年 殘酷問題大考驗 總共八題 兩個人都要回答囉 來 下一人請出題 來 第一題 臉頰跟耳朵 你比較喜歡被勤勞的 呢 應該是耳朵 就是這樣 請這樣 請這樣 阿 你最喜歡哪一支 我最喜歡淡水那一支 你說背痛少女那一支嗎 對 因為我音樂選得很復古 因為我整個人就是一個 活在不知道哪一個年代的人 老靈魂 對 然後我喜歡那個音樂 然後配上那個景 然後再加上莫名其妙的背痛 我覺得真的是太搞笑了 然後我覺得 那一支影片有種 記錄到我們無憂無慮的時光 它就濃縮在那個影片裡面 所以我覺得 就會很可以回去懷念 那我 我被你玩的那一支啊 我是東方教主那一支 很犧牲耶 林青霞 對 那很像好不好 妹妹 好 你很煩 接下來要把我扮成什麼 白龍 白龍 我覺得你現在沒有那麼喜歡壁咯 你喜歡什麼 不要讓我抓到tempo 所以就是那種很 出其不意的玩弄我嗎 我也不知道 對 聽起來有點變態 說許不願玩弄 對 我反正本來就不喜歡你壁咚我啊 因為下巴刀會擦進去 我就會很痛 你覺得你對對方做什麼樣的動作 是最有吸引力的 就是你很喜歡我這樣 就是這樣拉進來啊 你就會覺得 好有安全感或是什麼 你就覺得很帥啊 那我就這樣啊 那我就這樣啊 對 我還蠻喜歡你鑽到我懷裡的 我會覺得很可愛 對 就是這樣很可愛喔 就是這樣黏黏的 煩煩的可愛可愛的 妙麗跟貝貝 只能選一個 3 2 1 妙麗 妙麗 妙麗很好戴 對啊 我會覺得有點後悔 貝貝很重 哈哈 貝貝是兩倍的重量吧 我覺得妙麗很好戴 她的脾氣又好 然後就是又溫馴 然後剪指甲一個人就可以剪完 可是我不忍心貝貝被丟在那裡 我跟貝貝有心有靈犀 結婚當中你老了嗎 她是臉上啊 頸部相對有一些紋路在 如果今天阿丁神真說 欸你有個機會 讓這些紋路全部集中到同一個地方 在那個地方以外的肌膚紋路都跟 20歲妹妹一樣 有彈性沒有紋路 妳會把妳的紋路集中到哪裡 3 2 1 余偉紋 沒有用我有妹妹頭 沒有後悔 沒有用我有妹妹頭 對我沒有辦法妹妹頭 所以我就覺得回首 我的瘟海以下都很完美這樣 如果重新選擇 妳還會跟我結婚嗎 還是交往就好 會結婚啊 因為妳那麼萬能 趕快娶回家多好 結婚吧應該還是結婚吧 就是這麼會賺錢 趕快結婚就我也可以分這樣 別人出多少錢妳願意把我賣掉 不賣不賣 那賣一天呢 不賣 賣完回來就變質變優落爐 對 對壞壞 就是因為妳不知道她經歷了什麼事情 回來就不一樣 還不如直接整隻賣掉算了 不是啦應該是乾脆都不要賣啊 對啊 那妳要賣我嗎 不賣啊 很難會找到像妳這麼黏的鼻石 這樣子啊 對啊 好以上就是我們八題的QA 妳好 經過剛剛的八題QA線 妳是很願意跟我結婚 並且繼續共組家庭下去 想必就是有一些未來規劃囉 這個規劃下去 應該是也要個三到五年跑不掉 小女今年30歲 這一個規劃下去 我們咱們都35歲了 妳做了這個階段性的決定之後 妳要就是用一輩子來 好可怕喔 我們有生子計畫了 所以最近正在做 積極的動軟 兩個人都會動軟 然後等疫情結束之後才有辦法 到國外做受精卵的植入 這個之後就會再做系列影片跟大家分享 對詳細的講說就是一些大家一定很好奇啊 動軟啊或是什麼 尤其是生小孩的規劃的話 到時候可以參考我們的影片 我覺得還是要有一些儀式感來記錄一下 我們的兩週年紀念日 所以我們就是還是有給對方準備禮物 但是這個禮物我覺得跟以往的狀態不一樣 結婚 有家庭 然後組家庭之後 其實就越來越明白一件事 就是妳的錢就是我的錢 然後我們的錢就是我們要一起要的 要做一些計畫規劃的錢 所以就比較不會去準備這種 不讓對方知道的驚喜 因為就是希望每一分錢都花在就是刀口上 所以呢我們這一次呢兩週年 也是非常實際的 我們就是給對方日圓人一萬塊的口袋 然後就是可以去買一些自己喜歡的衣服啊 畢竟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買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來開箱一下 我們到底買了些什麼東西 然後這筆帳是寄在對方身上喔 這是我都買了一件皮衣 這個皮衣叫做乾燥玫瑰色的皮衣 然後皮衣這種東西呢 還要有一個小提醒給大家 就是妳試穿哪一件好看 妳就要買哪一件 妳千萬不要說什麼拿新的 給我拿新的 千萬不要 或者是妳拿新的妳一定要再試穿一次 皮衣這種東西就是會有一些些誤差值 所以就是 真皮手工 皮一定要試穿 然後妳穿哪一件好看 就直接買下那件 千萬不要 不要去拿新的 妳一定會厚 對啊 這真皮還真好看 就是很合瘦啊 又很有氣質 顯白這樣 她的顏色很特別 就是市面上很少見 對 欸這裡是那個她的那個 我沒有那麼胖喔 不好意思 這是我的袖子 然後再來就是她 她合我的身 這是絕對是一切最重要的事情 好 她是短板的 對 兔也就喜歡穿短板的 對啊 我去買了一件黑色西裝外套 就是我一直很想要的西裝外套 我覺得黑色很好打 那然後還有這種短袖的襯衫 有機會到時候就會看到了 這種寬的短袖襯衫 那種類似西裝褲的材質的那種短褲 這一種 我買了這樣 這樣加起來 應該不到一萬塊吧 不到 不到一萬塊我好省喔 對啊 親見其家 對啊 好了禮物已經開箱完了 對 就這樣默默的結束 我們兩週年的影片企劃 對 雖然這就是我們就是找一個 明目給自己買東西 對啊 總是要慶祝喔 我覺得生活中 不用太有儀式感 但是該有儀式感的時候 還是偶爾要有儀式感 不然你會忘記儀式感的感覺 對啊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這是我們通女郎的結婚週年節 好啦小楊說掰掰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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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